8款风大热门光腿神器大测评 今天红绑黄绑黑绑一次性给你们测清楚 户外自然光线 原相机没有滤镜 第一个是这个黄小姐的 其实她上腿的乍眼给人感觉确实挺自然的 就是像给腿开一层磨皮绿镜似的 然后呢从远处看 其实也看不出来你穿着光腿神器 这个自然就是过关的 不近看还能一稀看到这个膝盖的骨骼线条 然后我们蹲下看到她这个打者情况 其实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 没那么夸张 但是近看还挺明显的 第二款这个小野盒子 我的妈爷 你确定这是光腿神器 不是你奶奶秋裤吗 这也太黄了嘛 裸眼看颜色都这么黄了 上水的自然度不用说了 几乎未灵 但是蹲下凑近看这个打者情况 确实没那么拉垮 但是这也穿不出去吧 冬天穿个长巡 里面打个底一凑多活活吧 下一个是这个妖精可可 看颜色还不错 跟肤色贴在一近的 但是远处看就没那么自然 就一看就能看出来 你穿高就神器了 但是有一说一 你们看这个骨骼感还不错的 然后蹲下看它这个褶皱 还是有一点点明显的 但是呢 看到它这么自然的份上 可以活着不尽 接下来就是广告打得满天飞的墨群 这个颜色怎么说呢 白的有点发挥 就算你是冷白皮 可能穿上有点惨白吧 果然远处看还是逃不掉 这个惨白的褶皱 但是你能看远处看 这个塑形出来的线条 还是蛮不错的 可能是因为它有点太厚了 这个骨骼感看的并不是很明显 这个褶子有点过分了吧 再加上惨白的颜色 你就生怕别人褶皱 穿上光很神气 然后腿部肉肉多的姐妹穿上看 还是逃不掉褶皱的褶皱 而且看起来 很厉害的劲儿 接下来有颗树 侧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和肤色最贴近的一个了 那远处看的微微的有一点发黄 那对于黄皮的姐妹来说 自然度应该挺高的 骨骼线条也能明显看出 这个褶子多的有点不正常 难道是猜售没有撑开吗 然后我们换了一个 微微胖的姐妹来看 它就是褶皱 然后是百闻不如一见的秘菊 颜色真的很自然 而且还透了一点微微的粉色 然后远处看 走起来蹦起来 感觉都很OK 有点隐形那么个意思 它这个骨骼感并不是很强 估计很瘦的人才能看出来 这个打褶情况吧 中规中矩 但是穿起来确实挺舒服的 U-BRAFT的这个设计 我真的觉得 第一次见到两件它的防腿神器 颜色不多说了 真的挺可的 穿上去确实挺自然的 近看这个线条 并不是很明显 骨骼感呢 偏弱 这个竟然看不到褶子 OK 我理解它的复杂设计了 但是这个穿完 估计别人已经都出门了 最后一个奶油巴士 这个颜色嘛 还算中规中矩 但是 请问这个褶色是真的吗 远处看的其实还挺自然 有点那么提亮肤色的意思 这个骨骼感几乎为零 就像那个膝盖上没长骨头 打褶程度一般 好来总结一下 先说黑榜 小眼盒子和墨群 颜色太不自然 一个黄 一个苍白 有颗树的打褶可以中 然后黄榜 最后红榜 毕举黄小姐 她们两个就是近看远看颜色 都很自然 而且还有一句是线手感 可以说明通